天冷和朋友聚会吃了烧酒机 男子还开着要驾700多万的海神马沙拉蒂回家 结果不声酒力行进台北市东区等红灯的时候 等着等着就睡着了 停在大马路上睡了20多分钟 造成大塞车 警方好不容易把他叫醒哦 那么酒测值高达0.67 被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反办 警察摇下马沙拉蒂车窗 发现驾驶还在一脸懵 他刚刚居然开车开到睡着 叫都叫不醒 挡赛路中央也不是办法 后面全部大塞车 原请叫他赶快移车 开到太累睡着吗 可不是 车内飘出浓浓酒味 酒测值果然直接超标 男子到朋友家做客 声称吃了几碗烧酒机 自以为没事 一到早7点多 就开着要价700多万的马沙拉蒂回家 行进台北市中校东路四段 等红灯时 直接呼呼大睡起来 这一睡长达20多分钟 正值上班时间车流量大 造成交通大堵塞 一台自小客车停在路中间没有移动 所以向上前盘查 发现驾驶理性男子在车内睡着 自以川不知道烧酒机下渡 酒测值会这么高 下场就是被易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 提醒您天冷进补之后 可别大意最好还是不要开丑上路 记住我林昭贤 台北报导 就好 谢谢大家